我们第一个 再看一下 这一个 这些同学剪得还不错 看个同学 好 这个也还可以 好 这个层次是很细腻的 虽然高了一点点 这个层次它是很细腻的 看到没有 这种真是过度的 是细腻的 节点 可以 这个也是2000分 OK 这边 我们这六个 我们关发的奖品 我们给他们掌声 不要 好 那你要 好 那我们 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是27号 然后这期间的课程到下午就结束了 这期间的收获其实也挺满的 课程也是安排的比较紧凑 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钟左右 之前小红也有记住过在这边学习的一个场景 因为上一期学的是色彩 这一期应该是隔了四五个月以后来这边学这个彩剪吧 就是自己想学什么 都会按照自己想学的这个进度去报名去学习 那这期间的过程中小红也认识了很多同学 就来自不同的地方同学 都很好说 刚到一两天的时候 对大家都不熟悉嘛 就很老接触 到面第3天的时候 大家都是玩得很好 也聊得很开心 特别充实 尤其小红这一次呢 这是得认识一个香港的同学 都挺好的 等会小红就把这七天的课程啊 这个进度结果怎么样 我就发给你们看一下 大家知道小红也是挺爱学习的 就是我觉得多去学习 多去提升自己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人们都是在学习 不管你们是读书也好 出社会也罢 都是要不断的努力不断去学习 成够让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 小红拍这个视频呢 就希望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老师 有这么一个完美的画面 同学们老师们 你们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小红 我也知道我们的同学 都是在各个地方很远都来这边学习 就大家能够相识一场 也是挺开心的 我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 唤醒了对这个美好的回应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不要忘记彼此 共同努力 我希望大家能够